大家好,這是看顏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又可以為你們帶來一集有關摩托車方面的特輯報導 那今天要為你們介紹這台摩托車呢 其實老師非常的興奮喔 也就是我身後的這台2016年的Ducati Monster 1200 R 聽到這個R書是很像在學校的時候不認真 然後老師突然拿一本書從你頭後面打下去 馬上就被打醒了對不對 沒錯,因為R這代表一個非常極速的指標 也就是說呢,R就代表Racing 就是賽道版的意思 那當我們講到這個Ducati Monster 1200 R 這台摩托車其實是現在目前所有Monster系列當中 最終極、最厲害的一個版本 可是呢,雖然它是以賽道的規格去做 所有整體的怎麼講配備的設定 它還是Speed Legal 也就是說它是可以在一般道路上騎乘用的 那這一次呢Ducati呢 將這個1200 R這台車其實做了非常多的改良 包括說呢這整台車的車身在前面跟後搖臂的這個怎麼講 升高有做稍微的提高 然後呢再來我們講到其實呢 很多擁有這個Monster 1200 S的這個車主 他們都知道 尤其是這個地方有沒有 腳踏的地方其實過去呢 他們覺得這邊有點小小的問題 也就是說KK如果 那今年呢他們這個Monster 1200 R呢 它有做這一方面的改善 非常非常的酷 那雖然這台車它是以這種賽道的規格去做設計 它還是非常的貼心呢 給你一個這個有沒有 兩人乘坐的這種座椅 而且呢 它的屁股也做了非常不一樣的設計 再加上你看 連這邊也給你一個這種有沒有 也就是說後乘客的這種腳踏 好啦那在老師呢 今天更詳細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Monster 1200 R這台摩托車之前 我必須要再次感謝我們當地最酷的Ducati店家 也就是Ducati Seattle 記得如果呢 想要買一台Ducati來騎的話 做老師的名字 絕對會買車比較便宜 好啦那現在老師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更進一步的來聊一下 Monster 1200 R這台摩托車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啊那像老師呢 平常跟你們介紹一台新車的時候 我們先聊到他的心臟 他的心臟一樣是採用這個經典Ducati L型氣缸 然後呢 他也是採用這個Teta Strada 11度這個引擎 那這次呢 引擎方面呢 他一樣是照著這個1200cc的這種規格去做設計 不過其實他的實際排氣量是1900 1100 然後98cc 老師講錯了 這是早上在拍車評 所以這個頭腦也不太清楚 不過講到這台車的這一種有沒有 他的這個性能方面的表現 動力方面的表現 這一次呢 官方據稱呢 他在這個整體的調配啊 他們增加了10%的動力 然後呢 也增加了這個5.5%的最大扭矩 所以這台車真的是在這個有沒有電子方面的設定 有做相當的提升 但我們講到這個最大的馬力數呢 其實官方說呢 在他這個9000轉以上的時候呢 可以產生出160匹馬力 這台車呢 這麼的輕 然後又有這麼大的動力 絕對是在街上看到他絕對不要亂摟 好了 那像剛剛老師有跟你們在這個片頭說到呢 整台的車身其實有提升 有升高喔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呢 希望這個騎乘喔 騎士呢 可以在這個有沒有 賽道上面呢 在做轉彎的時候 Cornoring的時候呢 比較更有效力的這個轉彎喔 那其實在前面呢 他提升的差不多有15mm 然後在這個有沒有 整個車身的升高呢 他已經調到這個830mm的這個升高 所以呢 整台車你坐在上面 你可以非常明顯感覺到 他的升高 這個高度有比較不一樣 非常非常酷喔 那當我們講到這一次這個 Monster 1200R 這台摩托車呢 另外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設計 就是在這個屁股的地方 有沒有 你看這個屁股 他這是整個 全新設計的一個新的尾巴 有沒有看到 他這邊呢 有沒有 尾巴的這個後面呢 其實看起來是比較縮小 來 老師剛好旁邊有一台這個有沒有 1200S 這個一般的版本 你有沒有看到 後面的屁股 是不是比較肥一點 他的屁股比較肥一點 可是你看 1200R 他的這個屁股有沒有 比較尖銳 不過當我們講到這個尾巴的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個1200S啊 他的尾巴是這種很像螳螂爪的 這種腳的感覺有沒有 不過呢 當我們講到1200R的這個地方呢 他這個地方就有點像我們這個 Panagotti有沒有 後面一個長長的這種Fender 這個擋泥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醜 反正這台車第一件事情就是 將這個把它砍掉對不對 其實去買一個新的 不管是你裝這個Ducati Performance也好 或者是說其他廠商 他們做出來的這個尾巴 第一件事情就要把這個尾巴 處理掉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醜 既然這台是這個有沒有以R這個名義 去做設計的摩托車呢 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這個Monster1200R 一個非常新的一個怎麼講 設計 也就是說呢 既然這台車是以這種賽道的規格去做設計 他們多了給你這個東西 也就是防甩頭 有沒有 非常酷喔 而且這防甩頭還不是隨便給你來一隻 它也是Olinx的防甩頭 非常非常厲害 那老師呢 其實剛好也有朋友騎這個Monster1200S 那他們其實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這一組新的防甩頭是 這個全新設計 而且就是說呢 你可以如果想要在你的1200S 裝一個這個東西 它剛好有賣一組 差不多800塊美金左右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有跑賽道 想要讓車子在彎道過彎的時候 更穩定 你可以買一組這個防甩頭 非常非常的酷 那另外一個這個1200R這台車的特質 也就是這個前面有一個小小的擋風板 那其實這個小擋風板 在我們過去這個1200S的這個Stripe 有沒有 White Stripe 那台磨車上面 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那其實這個東西也是可以加裝的 非常非常的酷 那說真的 如果你在跑賽道的時候 這個小小的風罩 其實說真的沒有太大的作用 不過anyway 就是一個美觀上的造型 也蠻酷的 好啦 既然這台車是以R的名譽去做設計 當然可以輕量化的東西 就盡量輕量化 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看這個前擋泥板的部分 前擋泥板的部分 你如果注意看一下 這個其實是Carbon做的 有沒有 也就是說 這個都是碳纖維做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設計 老師其實很喜歡 類似這樣的凸漆有沒有 雖然它上面還是照著這個車身的顏色 去做凸漆 不過呢 它還是有裸露一些 這種有沒有 碳纖維的 這個細節 非常非常漂亮一個造型 老師非常喜歡 那當然我們講到這個車頭的部分 車頭其實跟一般的有沒有 1200S的車頭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我們看到水冷的部分 一個非常明顯 可以馬上辨識出這台車 是R系列的 就是這邊有沒有 這個是只有R系列的 才有這個 非常漂亮的finishing 非常漂亮一個細節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一般S版的 看它旁邊有什麼東西 完全沒有東西有沒有 就是一塊很平反的 平面的這種有沒有 怎麼講 鋁合金的一個鐵片 不過你看這個R的地方 它就有一個 非常漂亮的造型 有沒有 雷射造型 它就直接打著R 非常非常好看的一個細節 那我們講到這個輪胎的部分 其實它這一次也是採用 所有這個1299標配的一個輪胎 也就是這個 Diablo Super Corsa Pirelli這顆輪胎 非常非常黏 老師目前的這台R上面 就是用這個輪胎 所以蠻酷的一個設計 那當我們講到鋼圈的部分 鋼圈的部分 一樣前後都是採用這個17吋 可是前面是120、70ZR17 後胎的部分 是採用這個200、55ZR17吋 非常厲害的一個鋼圈 那如果你看到後面的鋼圈的設計 這個Super Bike他們會用的這種鋼圈 非常非常的正點 我們來看一下S版是不是一樣這個鋼圈 S版的呢 就好像不太一樣有沒有 這個鋼圈就不一樣 所以呢 它這個鋼圈呢 雖然是R版比較貴一點 不過在整體的配備 還是有給你比較好一點 非常非常的酷 那當我們講到這個前後車的避震系統呢 它是採用這個Olinx有沒有 前後都是一樣採用這個Olinx的這種鋼圈系統 那其實前面呢 它是採用這個有沒有 48mm倒立式的前叉 它都有130mm的行程 那這個東西呢 與其像這個1299一般有這種電子的 怎麼講 可以去用電子去調你的那個有沒有 回程啊 那個避震的回程啊 它這邊是直接都必須要用工具去調的 不過這全部都是可調式的避震器 那包括後面這邊有沒有 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是用這種單筒面震器 行徑 行程差不多是159mm 所以呢 這一顆怎麼講 這個避震器呢 說真的在賽道上真的是 來用真的是綽綽有餘 非常非常的酷 好那當我們講到R這台車的整體的外表 老師覺得最怎麼講 最不懂不理解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它的這個有沒有排氣管的部分 既然都已經講到做到這個R的名稱對不對 放上這個R的標籤 標記 你應該在這個排氣管上面 應該也要給消費者 怎麼講一個最終極的一個怎麼講回饋對不對 因為呢 說真的 如果是以這種賽道規格去做 排氣管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醜 而且呢 老師 其實這台車到我們店家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已經先拿去騎了 那我覺得它的這個有沒有排氣管 這個原廠的排氣管 非常非常的小聲 而且聽起來好像沒有那種爆發力 那如果你們擁有一台這個Monster1200的這些車主 你們都應該知道如果呢 將這個排氣管 不管是尾段也好 或者是拳段 只要你改過 你都知道那種有沒有Monster 它這個排氣管爆發出來 那種聲音真的是非常的暴走 非常非常的酷 不過呢 在這個有沒有 我們這個R上面的這支排氣管 老是覺得這是全車唯一的一個缺憾 一個遺憾 因為我覺得它既然都已經打上R這個標記 應該是要給你比較好的排氣管對不對 不過這一次呢 它給你這個非常非常醜的排氣管 還比一般的這種有沒有 1200S的原廠排氣管還要醜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原版的這個有沒有 我們1200S的排氣管 還比較好看一點 可是呢 我們現在這個R的排氣管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醜 好啦 那講到這個Monster1200R這台摩托車 其實呢 它這一次有搭出兩個顏色 一個就是紅配白色的這種線條 然後另外一台就是黑配紅 還有這種銀灰色的線條 那講到這兩台車的配色呢 其實它在價錢上面也有稍微的不同 其實兩台的這個規格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呢 它在這台黑色的這個價錢 其實在美國是多200塊美金 而且老師其實也非常開心 我們店家這一次呢 黑色的這台Monster R 他拿了兩台 然後呢 一台是要讓我們試騎的 不過老師呢 在這台要賣的時候 有沒有那天當天 車子到店駕的時候 車上就非常的慷慨 讓老師先騎一下 所以我就大概知道 Monster R 這台摩托車的 這個整體的感覺是怎麼樣 不過呢 老師呢 會再特別做一集 有關這個Monster 1000R 這台車騎乘的 整體的感覺 下次再跟你們做分享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聊一下 這台車的電子方面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來打開一樣 你會看到一個 紅色的Ducati Logo 非常非常酷 所以我們店家人員 跟我們說 這一次在Monster R 這台車上面呢 螢幕上有沒有 介面上呢 有一些不一樣 也就是說呢 其實之前的1200S 那台摩托車 這台Monster 是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也就是說 你的檔數 怎麼講 Indicator 也就是說這個顯示表 那我相信之前在這個1200S 或者是1200Monster 好像沒有這個功能 那如果老師講錯呢 請再跟老師糾正一下 不過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台摩托車上面 有什麼樣的一些 新的玩意兒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一樣要進入這個微調的部分 你必須要先按這個 有沒有左手把 下方這個按鈕 長按 你就會進去 進去這個有沒有 要細選單 那一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呢 Monster1200R 這台摩托車 有哪三種騎乘模式 來 欸 與其給你這個 Race 它一樣只是一個 Sport 然後Touring 還有Urban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既然這台摩托車 都已經是R了 對不對 你應該是要直接給你一個 Race 這個怎麼講 騎乘 這個模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Sport 它裡面的設定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樣呢 進去每一個不同的 騎乘模式呢 你可以微調它的ABS 那我們來看一下 DT C是什麼 Ducati Traction Control 它給你幾級 欸這次還不錯 給你八個等級 所以呢 這跟一般我們的 這個超級跑車 是一樣的東西 再來我們看到 Engine的部分 可以有三種模式 一個是High Medium 另外一個就是Low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 這個主要的選單 上面一樣有 Battery的顯示 有沒有 再來就是Backlit 也就是說呢 這個螢幕呢 老師已經跟你們講好幾次 Backlit就是說 這個螢幕會自動 調白或者是黑 它就是自動會感光 去做這個螢幕的亮度調整 再來就是時鐘跟日期 有沒有的設定 這個我們就不多說了 如果忘記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你們再回去老師之前的測評去看一下 再來Pin Code 也就是說這台車的這個密碼 有沒有 再來是RPM RPM的部分就是轉速 那其實進去的時候呢 你將這個摩托車發動的時候 你吹油門 它就會顯示 有沒有轉速給你看 那這個就是非常簡單 一個轉速表 就整個就是這麼簡單 好 再來我們進去看 Unit Setting 好那在這個Unit Setting 其實就是說 看你這台車是在哪裡騎乘 如果你是在美國的話 我們就要把它變成是Miles Per Hour 如果是在台灣 就變成那個Kilometer 對不對 就是Km 那還有溫度 比如說是華視還是攝氏 華視還是攝氏 對不對 這個都可以改變 那原則上呢 Unit Setting 就是這麼一回事 再來我們看一下Info Mode Info Mode 它就是像這個 老師之前在Monster 12S的這個車評有講到 其實它的螢幕可以變成三種不一樣的 怎麼講 顯示的造型 我們看一下Core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 我們現在把它跳回去 有沒有看到 這個螢幕呢 整個就變成另外一個造型 剛剛老師這個有沒有 時速表呢 是在這邊 那現在變成時速表在中間 整個就是非常大 顯示非常大的一個樣子 非常非常酷 好啦 我們現在就來出去看一下 這台車的頭燈跟尾燈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Monster 12R 這台車子的這個頭燈 將它打開的時候 造型是怎麼一回事 原則上呢 跟一般的12S是一模一樣的 旁邊有兩個LED燈的顯示 非常非常的亮 非常非常好看 這晚上其實看起來 這個造型非常非常酷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它的大燈打下去是什麼樣子 因為這樣非常的亮 老師的這個攝影機 沒有辦法拍出它的整體造型 不過就是很高的啦 好這個是遠燈 好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 左右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是左燈 右燈 再來我們看一下 警示燈 兩個燈亮起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尾巴的後燈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現在這是沒有按煞車的狀態下 那我們按一下煞車 原則上你可以看到這個 後燈有幾顆 這種有沒有很明顯的 怎麼講這個LED的顆粒 再來我們看一下 後車燈的左右燈 左燈 右燈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椅座的部分 我們將椅座打開 其實它是可以做後乘坐 後乘客 我們來打開的時候 你看到裡面就是這麼一回事 非常的簡單 那老師其實蠻喜歡這個進氣孔的地方 非常非常酷 很有這種賽車的感覺 那裡面一樣給你一包這種有沒有 你需要的工具包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看一下 原則上這台車可以把後車殼打開 就變成兩人座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轉開 來給你們看一下 整台車變成兩個乘客的這個座椅 到底看起來像什麼樣子 好的 那現在老師呢 將這個後座的這種有沒有 乘客座蓋 整個拔掉 真的是超級超級帥的 這個椅子其實跟一般的1200S 或者是標準的1200S 非常的不一樣 你看它的後面變得比較瘦小 有沒有看到 比較有這種流線的感覺 而且上面呢 還印了一個非常酷的 有沒有 它寫什麼 Monster1200R的這種標籤 非常非常的酷 老師很喜歡 那原則上呢 雖然這台車 它是以R的這種名義去做 不過它還是有考量到 有時候還是想要帥一下 對不對 載一下馬子 對不對去兜風 所以呢 它就是一樣 給你一個這種有 後乘客座椅的 這種整體造型 非常非常的酷 那相信老師剛剛跟你們介紹這麼多 有關Monster1200R這台摩托車呢 你們應該最想要聽的就是 這台車子到底是怎麼濕吼 那我們現在就把車子 牽到外面去 run一下 吹一下油門 讓你們聽一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Let's go 好 現在老師就發動這台Monster1200R 這台摩托車的聲音給你聽 它就這麼無能 判牽到 大瓶 心睡眠 honestly 3027 超 cold 雖然 郊 好啦,再次感謝大家準時收看老師這次為你們帶來最新的摩托車方面的特級報導 那講到這一台摩托車,尤其是Monster 1200R真的是非常非常兇狠的一台摩托車 那因為老師今天時間比較不足,下次我再為你們做一集有關這一台吸塵的感覺的分享 記得去幫我的影片按讚分享並留言做補充,相信老師在整體介紹的過程中一定有漏掉一些非常值得分享的資訊 那也希望你們幫老師補充一下,這是看你老師,下次見,掰掰